谁说做料理是婆婆妈妈的专利呢 像是古堡家商餐饮课的学生 他们就示范了相当特别的瓶中甜点 不但看起来精致可口 因为制作过程也相当的简单 所以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同乐 正看起来相当精致的瓶瓶罐罐 不仔细看会以为是装饰品 其实里面装的是美味可口的甜点 只要利用现有的瓶子 以及手边有的食材 就能自己动手做 瓶中甜点 在家里可以制作的小产品 然后我们可以先准备黄草糖粉 然后开心果 草莓可以先切块 然后用保鲜膜封着 才不会腐烂掉 然后被整颗新鲜的草莓 跟新鲜的小卵梅 然后还有一些核桃坚果类 跟制作好的蛋糕 然后压模去切自己要的大小 还有蛋糕体 因为制作方式相当的简单 其实很适合全家大小一起来尝试 尤其过年期间 不少民众家中都准备了很多的水果或是坚果 这些都能拿来当作食材 因为最近在流行瓶瓶罐罐 那我们有做像类似杯子蛋糕 换一个新的想法 就是把一些换成现在流行 大家都不吃那种重梅 而是吃慕食类 让我们把慕食的东西 关在一个小杯子里面 让每一个杯子里面 可以添加现在现有的水果 可能新鲜的草莓或是坚果类 把它加在瓶瓶罐罐里面 让它的丰富跟层次感都可以更多 然后在家里也可以制作 自己不管什么样的杯子 都可以做这样的东西 就是做出自己想要的特色 即使是看起来有一些难度的慕食 其实只要准备好香氛的材料 包括牛奶 奶油起司 卡士达酱以及动物鲜奶油 依需添加搅拌就能完成 那我们在家做慕食的话 我们可以先准备牛奶 卡士达粉 然后打软的奶油起司 可以加一些橙酒提味 那还有一个洞仙也是办好 差不多七八分八 不要太怕 过年期间如果怕塞车懒得出门 不妨考虑一下来一场亲子DIY 找出家中能派上用场的各种食材 就可以全家当小一头小兽做甜点的乐趣 第九包奸卡 林锦鱼三重采宝报导 第九包奸卡 林锦鱼三重采宝报导 第九包奸卡 林锦鱼三重采宝报导 第五包奸卡 林锦鱼三重采宝报导